網路渣男 自稱是新北市陳冠希 總計有多達44條的前科 那麼這一次他又假裝要買豪車了 把賣家給騙出來 確診賣家不注意時 把車開了就跑 還開著張車裝貨 到新北市三峽找女朋友 半路碰到警方攔茶 他甚至為了脫逃 還衝撞遠景 最後躲到女朋友家 還是被抓 可以攔了 可以攔了 攔過去了 白四邊W呼啸而過 在路上狂飆 警方靜靜 胡腳為捕 這輛BAW車 今年4月報案遭竊 嫌犯來不停正規 說什麼也要抓到 設置好攔截點 一路追了快5公里 終於逮到被紅燈困住的嫌犯 原情惡化不說上千準備逮人 沒想到嫌犯油門一錘 撞緊繼續逃 最後把髒車撞爛丟到附近停車場 靠女友騎機車接應 沿路調閱監視器 終於找到他的藏匿處 賀槍實彈登門攻堅 開門的女友還睡眼心鬆 瞬間嚇到臉色發白 嫌犯穿條內褲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立刻遭到牙齒 警察在你面前還敢撞 全因為聖杯毒品侵占兩條通緝 才會拚命逃 嫌犯在高雄打零工為生假裝要購買二手的B&W豪車與賣家見面的時候 藉口要去領錢卻趁機把車開走 還裝闊開著豪車北上找住在新北市三峽區的女友 警方布下天羅地網總算逮到人在屋內搜出毒品 看到我們的員警已經要上前攔查他了 那他就立即從旁邊的小鳳啊 強勢的把他的車子開出來 那有擦撞到路邊的停車 那以及我們同仁的警用機車 警方還查出嫌犯根本是愛情騙子 網路上自稱是新北市陳冠希 專找被害女子騙財騙色 開髒車躲過攔檢又衝撞員警 狼狈落網揪出他的惡行 記者網上羅波聰 新北採訪報導